同代Ego它是一個長期都以電玩遊戲來做創作的藝術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作品前面就是有兩台 就是那個電腦鍵盤 然後可以在這裡玩它的電玩遊戲 那它的創作理念就是 它希望結合電玩遊戲跟聲音 讓每一個玩家變成一個配樂家 所以它的遊戲有好幾個不同的關卡 有寵關遊戲 迷宮類的寵關遊戲 又有射擊遊戲 那每一個玩家在玩這個作品的時候呢 都會依據這個關卡的不同 還有它每一個玩家操作的狀況的不同 發出不一樣的聲響 那它是希望透過這個方式讓玩家變成一個配樂家 然後也提高他們對於這個電玩遊戲的參與度